大家好,我是孙一航 今天是2017年8月31号 明天呢,就是新学期的第一天了 你们的暑假作业都做完了吧 开个玩笑 明天老师要求我们收看开学第一课 今年的开学第一课主题是 我的中华骄傲 说到中华骄傲啊,其实有很多 比如汉字、武术、古诗 围棋等等都是我们的骄傲 更令我们骄傲的是 在上下五千年里面 聪明的中国人不断地从丝绸之路走出去 和别的文化进行了交流 让更多人、更多地方了解了中国文化 那么今天我要推荐的文章 就是台湾著名作家 于秋雨老师的《沙原引拳》 他描写的就是丝绸之路上著名的 明沙山和月牙拳 下面请大家欣赏其中的一个片段 沙漠中也会有路的 但这儿没有 远远地看去 有几行歪歪扭扭的脚印 顺着脚印走吧 不行 被人踩过了的地方 反而松地拦走 只能用自己的脚 去走一条新路 回头一看 为自己长长的脚印高兴 不知这行脚印 能保存多久 当然是几座巨大的沙山 只能翻过它们 别无他途 上沙山实在是一项 无比辛劳的苦意 刚刚踩实一脚 稍以用力 脚底就松松地下滑 用力越大 陷得越深 下滑也越加厉害 踩踩几脚 已经气喘 不禁恼怒 软软的细纱 也不割脚 也不让你碰撞 只是款款地 抹去你的全部力气 你越发疯 它越温柔 温柔得可恨之极 无奈 只能暂惜雷霆之路 把脚底放轻 与它撕磨 要腾腾腾地 快步登山 那就不要到这儿来 有的是战道 有的是石阶 千万人走过了的 还会有千万人走 只是 那儿不给你留下脚印 属于你自己的脚印 心平气和了 慢慢地爬 沙山的顶 越看越高 爬多少 它就高多少 简直像儿时追悦 已经担心今晚的稀疏 狠一狠心 不速也罢 爬 还是转过头来 看看自己已经走过的路吧 我竟然走得那么长 爬得那么高 脚印 已像一条 长不可及的绸带 平静而飘逸地 滑下了一条 波动的曲线 曲线一端 紧细脚下 完全是大手笔 不禁钦佩起自己来了 不为那越来越高的山顶 只为这已经画下的曲线 爬 不管能抵达哪儿 只为已耗下的生命 爬 无论怎么说 我始终站在已走过的路的顶端 永久的顶端 不断浮动的顶端 自我的顶端 未曾后退的顶端 脚下突然平时 眼前突然宽阔 切切地抬头四顾 山顶 还是被我爬到了 夕阳下的绵绵沙山 是无与伦比的天下美景 光 雨影 以最唱制的线条 扭卸着风鸽 金黄与带着 都纯净得毫无斑驳 像用一面巨大的筛子筛过了 日夜的风 把山脊 山坡 速成波档 那是极其款慢 平式的波 不含一丝连纹 有时候我觉得现在 学习也好 训练也好 就好像 是在沙山上攀登 只有用自己的脚 才能走出一条 属于自己的路 虽然很辛苦 但是回头看看 自己所走过的路 看看自己 所留下的脚印 不管是深的 浅的 都会高兴 因为你在山顶 可以看到美丽的风景 我是孙一航 音乐社呢 现在正在一步 一个脚印的 为九月底的舞台剧 做准备 希望到时候 大家会喜欢 我们下期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